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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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酱油会加很多味道 然后我现在加一点热的牛奶 三分之一 那个焦糖放在里面 加一点点柠檬 然后再用一点意大利的奶酪 然后我们焦糖做一个焦糖奶油 牛奶里有很多 也有油 我们又加一点茉莉花 然后为了把这个牛奶和茉莉花茶的味道更香 我要加热一下 然后加一点蛋黄 那我现在加一点牛奶 蛋黄和茉莉花茶 我再打一下 用这个碗 然后把那个茶放在里面 现在我们要倒一点饼干 我把饼干放在那里面 然后这个粉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蛋白上 一切一切玻璃 然后最重要是把那个皮捏出来 然后也把那个芯 然后芒果一样 所以现在我可以 我会加一点白糖和一点黄油放在一起 烤那个小菠萝小水果 黄油 然后放在一下 能已经能闻到那个菠萝的味道 炸菠萝片甜又好吃 再用一点点的那个酱 小饼干 芒果 让这道如果你的男朋友在哭疏难耐的时候 不给你做这道甜品 那他们就太不够格了 就做好了 那要是没有男朋友怎么办呀 嗯 那以后找对象的时候 要求是他必须会做这道菜 不然绝对不要和他在一起 那我们来讲一个比较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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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 Twitter